一旦遇到龙卷风该如何自救 为什么说千万不能试图开车躲避龙卷风 这些保命常识要牢记 如果你在路上出现龙卷风 首先要保持冷静 可以跑但不能乱跑 你应该以最快的速度 朝于龙卷风前进路线垂直的方向逃离 尽一切努力找一栋安全的房子躲避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 千万不要躲在天桥下 相反 找一个地势较低的地方寻求庇护 比如勾取低洼地迅速趴下 用物体和手臂保护头部和颈部 但记得要远离电线盖 大树广告牌和围墙等 如果龙卷风来袭 且距离比较近时 你恰巧在车里应立即下车 就地寻找低洼起伏路面 或隧道寒冻等较坚固的避难场地 卷缩身体双手双臂保护头部 千万不要试图开车躲避龙卷风 因为龙卷风中心风力 可以达100到200米每秒以上 汽车在他面前毫无抵抗力 不仅可以吸气吞噬 还能使汽车内外产生很大的气压差而引起爆炸 应对龙卷风最为稳妥的办法 就是找到相对稳固的建筑物室内 尽可能进入最内部的房间 远离门床 地下室是最好的 用衣服、头盔、枕头、毯子或床垫等遮盖物 保护自己免受碎片的伤害 2023年3月 一名男子和他的女朋友在龙卷风中幸存下来 当时他们避难的浴缸被抛向空中 然后安全降落在一个房屋的残骸中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 感谢观看